台灣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民意向紐西蘭地建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引來中國不滿表達強烈反對 台灣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與台灣進行官方往來堅決反對台灣地區加入任何官方性質的協議和組織 中國急跳腳甚至一連用了兩次堅決反對外交部則強硬回擊台灣申請加入中國政府無權智慧 而作為今年輪值主席國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強調台灣對日本而言是共享自由民主法治觀念同時擁有密切經濟交流的重要夥伴對台灣申請加入表示歡迎 而根據澳洲人報的報導 台灣在中國要求加入CPTPP不久後也遞建申請引發一系列的幕後外交動作由於台灣是澳洲第六大出口國也是前十大貿易夥伴中唯一沒有自貿協定者 因此澳洲和日本加拿大要為台灣加入尋找適當的途徑 許多國家都表示歡迎包括日本外相都公開表明歡迎也表示不適用輔導時評做交換條件 政府也不會以任何交換條件來作為申請的前提 現在是水到渠成就是我們加入CPTPP最好的也是最適當的時機 台灣都已經做好通盤的準備加入CPTPP將會強化台灣在全球的關鍵戰略跟經貿的地位 中國和台灣先後提交加入CPTPP的申請一場外交角力戰持續升溫 剛才我們聽到小英總統說現在是我們台灣加入CPTPP的最好的時機 那國際上面的反應是怎麼樣呢 先來請教冠婷喔 因為我們看到除了昨天日本的外務大臣茂木敏充 他說看到台灣遞出申請 其實日本把台灣視為很重要的夥伴 所以他們是張開雙臂非常歡迎的喔 那另外原本想說日本的反應不錯 接著再看到澳洲澳洲媒體報導說澳洲日本跟加拿大 還有一些其他的國家 現在也很努力在我們台灣的幕後 在幫我們想辦法去遊說其他國家點頭 請教冠婷 首先介紹一下什麼是CPTPP 其實他的全名叫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簡單來說我們大家想像一個畫面 就是太平洋周遭的所有的民主陣營的國家 在好多年前由美國所主導 那大家認為說單一市場很小 當我們大家整合成一個大市場之後 我們能夠互相給關稅的優惠 產業之間互相的合作 就變成說讓商業的往來更加的流暢 這個對於各個國家進步的產業都會強化 那也會讓自己國家競爭力更凸顯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幾年前是由美國所主導 當時是沒有中國的 可是因為後來川普總統上任之後 基於一些因素 十二個國家 美國退出之後剩下十一個國家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在國際上 臺灣跟中國關係變成這麼的微妙 是因為在今年的這個時間點 臺灣跟中國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 一起申請要加入CPTPP 對 差一禮拜 對 而且中國搶在我們前一個禮拜 因為他聽到消息 世界各國這十幾個國家 多數是很歡迎臺灣加入的 那中國搶在我們前一個禮拜 也申請加入 那剛剛我們看到這些中國的官員們 很生氣的表達說臺灣絕不能加入 但是我要跟各位觀眾朋友說 其實中國是沒有發言權的 是啊 基本上呢 他們決定有誰加入CPTPP 是由他們的職委會 現在的主席輪職國是日本 所以日本的外務大臣 這個時候出來講話變得很重要 那是由共識決 什麼叫共識決 共識決 其實基本上就沒有人反對了 那基本上大家就拍手通過 他們是希望是一個十幾個國家 我們大家都認為說 新的國家或地區加入CPTPP之後 能夠對整體的發展是加分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時候在國際上 好像我們的友邦或我們的自由民主 連線的一些朋友們 包括加拿大 包括日本 都對外表達了 很希望讓臺灣趕快加入 主要是因為如果中國 今天加入CPTPP 比臺灣早加入 那他一加入之後 他開始討論臺灣可不可以加入 中國變成有話語權 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們看到拜登政府 其實他的發展也會變成很重要 因為最近也有傳出很多消息 就是拜登政府是有可能 會讓美國重新回到CPTPP 那當然美國加入之後 美國應該會用盡一切手段 不讓中國加入 所以臺灣 美國跟中國之間的 這個CPTPP的戰役 其實會影響未來臺灣好多年的經貿的發展 因為其實過去我們跟臺灣有關 有兩個很重要的國際的組織 一個是RECP 他其實就是東南亞跟亞洲地區 由中國所主導的一個組織 臺灣好多年前我們想要加入 可是也因為中國大力阻擋 所以我們一直都沒辦法加入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 任何一個國家 擔透他自己的市場 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我們要能夠多邊的 跟國際上各個盟邦 跟友邦之間多一些商業貿易的協定 那把時間拉長 這個拉長意思是說 我們加入之後 爭取足夠的緩衝期 包含加入之後 我們的 比方說我們電子產業 可能會因此受惠 那可能會有少部分衝擊的 像是農產品 那把時間拉長 然後讓這段時間能夠轉型 跟能夠進步 我覺得這對於臺灣 長久的經濟發展 絕對是加分 是 那我特別要提 就是這幾天 這個消息傳出來 本來是應該全國不分黨派 大家全力支持 但是我覺得很遺憾的事情 是第一時間 國民黨有部分的人士 就把他跟福島 跟日本的所謂的核食 放在一起做討論 那我今天要特別 給朱立倫先生 一個肯定 今天很罕見的 就是朱立倫先生 他表達態度 跟蘇貞昌院長是一致的 他們 我看朱立倫先生 怎麼說 朱立倫先生說 要用科學標準 來檢驗福島食品 我覺得這個我要給他肯定 那所有這些國民黨 還在那邊講說 臺灣未來加入CPTP 就是靠福島核食來換的 大家要聽聽你們朱立倫先生 未來可能是黨主席的主席 未來的主席 他所想 我覺得這個就很客觀 因為什麼叫福島核食 那你用科學標準去檢測 符合國際標準 我們就可以進口嘛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方式 然後大家好好來討論 加入任何國際的組織 對於臺灣是好是壞 這樣子已經討論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沒有錯 現在重要時刻 真的在野黨 不能夠再扯後腿啦 也要請教這個總理 我們來看到 現在國際反應上 看到臺灣要加入 其實都蠻歡迎的 但是中國又開始叫燒了 趙立堅昨天連續講了兩次 說他們堅決反對 講了兩次 就是不讓臺灣加入 任何的官方性質的組織 那另外呢 他們的這個環球網 也就是他們的官媒還說 臺灣這樣根本是在搗亂 說我們申請加入CPTPP 是搗亂 為什麼他們可以申請 我們不行呢 除此之外 中國還怎麼樣 昨天一天之內派了 二十四架的共機來擾臺 總理這是史上第三多的一次 如果說中國會同意臺灣 那個加入 那我看這個可能要下鴻雨了 所以當然中國的反應 我覺得都可以 我們其實都可以預測到 中國反應會是怎麼樣 可是其實我們 比如說在討論參與 這個CPTPP過程 剛剛冠婷就解釋得非常清楚 他這個架構 但我覺得大家不要忘了 因為大家很多人 講說中國 因為上個禮拜就提出來 那其實我們是這禮拜提出來 但是我覺得這跟我們寫考卷一樣 提早交卷的人成績不一定比較高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講 CPTPP重點在前面 那兩個英文單字的開口 CPCP就是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就是所謂全面還有進步性 為什麼 因為這個CPTP跟我們傳統 在看我們參加WTO 這個所謂國際貿易 另外一個很不同 就是說他他還有包含涵蓋的範圍 所謂比較更全面 然後更進步性 所謂更進步性在哪裡 這樣的一個貿易協定架構裡面 大家以為只是單純的談經貿往來 但是其實不然 因為他還包含了 比如說這個會員成員國 你的這個國內的這個環境保護 是 國內的勞工的問題等等 那台灣我們其實是因為 我們其實這個鄧正宗政委 他其實已經默默的 透過這個跟十一國 用這種非正式的這個諮商的方式 在默默進行 跟十一國會員國一直在談 這是都在台面下一直在去談 這早就有準備的 都有在準備 可是中國就算早了一個禮拜 他們現在也很緊張 為什麼 今天我如果是成員國 包含比如說 尤其以大國來說 日本 澳洲 加拿大 這個澳洲當然之前跟這個中國 有這個貿易往來上的一些糾紛 可是今天我如果只要會員國提出來 比如說我剛剛講 那全面級進步性的東西 因為中國面對你新疆棉 剝削你國內 這個維吾爾族的這個狀況 你的勞工的狀況 你到底要怎麼去解釋 我就可以單純以這個理由 來否定你是不是有參與 所謂CPTP的架構的這個成員國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今天在討論 參與CPTP 可能在野黨會有人說 這個我們是太倉促 是參與這個 可是今天如果不參與 可能就說政府都沒有動作 不管怎麼樣都會講 但是我覺得在參與這個CPTP 這個架構 整體而言對台灣這個小國 是有很強大的這個國民的經濟利益 同時可以保障我們國內產業 很多的發展 是 沒錯 當然不可不可會言 國內有一部分的產業 也會受到一些干擾 比如說農業的部分或汽車零組件 可是在這個部分 如果以看整體來講 政府會提出一些配套措施 包含比如農業的部分 我看今天那個陳其仲主委 也提出了很多的配套了 他包含說可能 包含未來稻米的一些敏感性農品 農產品 他會排除降稅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政府 是以參與這個國際組織 然後穩扎穩打的方式 不是所謂很急就張的方式 跟中國要參與不一樣 中國是因為看到台灣 其實默默在參與 而且可能因為 這11個國家裡面 其實這些國家 可能已經有一些國家 去跟中國在談說 我們已經跟台灣正在談這件事情 所以可能中國也緊張 那當然所以中國很早就 上個禮拜趕快去提出來 可是我覺得不要因為說 比如說中國很早提出來 或者是現在中國說 堅決反對我們這個台灣 用任何形式 去跟其他國家 有任何的官方往來 我們就覺得要擔心害怕 我覺得台灣人不在怕黑怕 我覺得我們就是看到 現在政府應該是說 我覺得團結對外 不管是在野黨 執政黨 當然這個是在對外談判過程裡面 在野黨可以提出更多 有建言性的東西 更具體的建言 告訴說在維護堅持 台灣的主權利益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樣 讓台灣人民的福利 真的可以受到保障 全力受到保障 然後再來跟國外談 這些東西我覺得從在野黨監督的立場 這個都是可以談的 可是不要說因為現在蔡英文政府 我們提出了一個說要參與CPTP 大家是急著說你們是太急就張 還是說如果不提的話 大家是要回過頭 說我們都不講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大家要 冷靜下來來省事判斷 對這個比較倉促的應該是中國 這說起來很好笑 紅綠委員 剛才總理有說 中國憑什麼拿到這個話語權 他又不在CPTPP裡面的成員股裡面 他憑什麼反對台灣加入 除了這一次CPTPP我們的申請之外 來看到今天在國際上 還有一件大事 觀眾朋友一定要來看一下 有關於這個美國 日本 印度跟澳洲 四方會談 今天在華府登場了 是四位這個國際級的領袖 他們是面對面 裡面很重要會談到台灣問題 半導體供應鏈等等的 這其實也都是有這個抗中的意味在 請教委員 先說CPTPP 這個所有的成員國裡面 11個國家裡面 他的產值是11兆美金 是 那對台灣來講是怎麼樣呢 他們這個占了全球13%的貿易總額 但台灣跟這11個國家 我們的貿易總額是達到了24% 將近五分之一 我們台灣的 很多耶 對 進出口五分之一 那你想想看如果我們台灣沒有加入 這五分之一的市場 我們會受到很多的局限 那樣子我們的廠商的競爭力就不足了 雖然這個進來的話 我們如果加入的話 我們的農業衝擊最大 因為要零關稅 但如果不加入的話 我們的鋼鐵實話 像剛剛大家講的是我們的衝擊更大 尤其是我們的工具機 這些的競爭力 就因為關稅 我們就少了很多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CPTPP 這個再跟我們台灣 就是個環太平洋 這個是我們的最重要是地緣 台灣就身處在這一個裡面 而且裡面現在十一個國家裡面 其中的四個 是我們台灣現在前十大的貿易夥伴 這四個日本 新加坡 馬來西亞跟越南 是我們台灣現在 每年的前十大貿易夥伴 所以如果你不加入的話 我們就很難去跟人家競爭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加入這個CPTPP 我跟你講 中國它這個申請 它不是臨時想要申請的 其實背後有很多的謀略 它的算計 大家回想一下 今年開始 中國先禁我們的鳳梨 然後呢 就前幾天 我們的世家聯務 沒有任何理由 沒有任何理由 他就說有從沒有任何理由 然後就禁止 那你想想看 在禁止世家跟鳳梨 那個世家跟聯務的時候 中國馬上又申請加入CPTPP 什麼意思呢 他除了一方面 要把我們台灣的農業 把你卡死之外 他率先他要搶這個加入這個CPTPP 他就是要把台灣沒有辦法 希望台灣沒有辦法加入 這個CPTPP 因為台灣我們要申請這個 不是今天才準備 我們已經準備很久了 但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在中國提出申請之後 我們馬上一個禮拜之內 提出申請 為什麼 因為中國如果先申請進去的話 他就有辦法卡我們台灣 不讓我們台灣加入 所以我們必須在同一個時間點 提出申請 那就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台灣比中國更早加入 一個可能是兩個都加入 那也有可能第三個 兩個都沒有辦法加入 那為什麼呢 你看 以這幾個國家來講 我想澳洲一定是反對 加拿大也不希望中國 他那個 加拿大跟中國 也是有很多的糾紛存在 那美國一定 雖然他沒有加入CPTPP 但是他一定去透過他的影響力 不讓中國來加入 那日本 我認為最尷尬的就是日本 他現在是輪值主席 輪值主席國 那他又一方面呢 中國道路的市場 對他來講也很重要 但是呢 他又知道中國不是他朋友 但他跟台灣又比較好 他也希望台灣能夠加入 所以最好的劇本的演出就是 台灣可以先加入 那你中國慢慢的加入 那為什麼中國會慢慢加入呢 因為這一個CPTPP 它裡面的很多的這個自由貿易 包括零關稅等等 很多你的政府的管控 政府的什麼這些都要透明化 我覺得中國 你如何去跟這11個國家說 我從今天開始以後 第一個我的網路不管制 第二個我這個阿里巴巴 這個資料 我不會政府拿來控制 那好可憐 你覺得所有的國家會相信嗎 我覺得很難相信 所以他光一個自由度這個 就差台灣差很多了 那我們台灣就提出申請 然後就可以進去嗎 不是喔 除了這些會員國同意之外 我們台灣還有很多的法令 要來修正 要來修改 那這些法案呢 如果國民黨呢 都給他擋著 不讓他進入院會 他要杯葛 他要怎樣的話 你想台灣如果法令沒有修改 我們也沒辦法加入 所以我們台灣目前面臨的是 中國跟國民黨的阻擋 我們加入這個CPTPP 我在這邊我要認為說 國民黨如果阻止這些 為了加入CPTPP的法案 我相信他一定會被很多人罵 因為我剛剛講的 這個貿易總額是這麼大 所以對台灣來講 相對的非常重要 那以目前國際情勢來看 現在到未來幾年 我認為對台灣是有利 所以我們要趕快加入 因為我們從2002年加入WTO之後 這一個CPTPP相對來講 是台灣在加入這個國際貿易組織 一個非常重要的 你看隔了20年了 我們如果能夠再加入 這可以讓我們很多的產業 能夠再訂定未來20年的發展 那還有一個就是要說 如果這個我們能夠加入CPTPP之後 我們跟歐洲國家的這些 他們也有談很多的區域聯盟 我們也都可以順勢加入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對台灣 相當重要的 對沒錯 對台灣相當重要的一步 我希望台灣真的可以先持得點 不然如果真的被中國搶先一步的話 那台灣未來能不能加入 真的這個風險變數就很多了 好那我們稍微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來呢 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是 就是行政院的3加11專案報告 今天有了最新進展 蘇貞昌院長道歉了 稍後回來一起來了解 就是嘛 我們是可以按一下 我們很深刻的 成為 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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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